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跌4% 而内房股有股额 中国海外跌近4% 商品价格下跌 资源股受额 中海油跌穿15元水平 中石油和中国铝业跌4% 恒生指数中午收报18605点 下跌501点 搬日成交金额301亿多 期指方面12月跌528点 1月跌523点 成交43000多仗 最会有港股的中午收市价 中国银行跌1毫2 恒指瑞信5月的牛证跌4,7 恒指发兴5月的红证升5,1 升5,7 建设银行跌1毫7 工商银行跌2,3 中石油跌4毫1 恒指瑞银3月的牛证跌5,2 恒指发兴5月的红证升5,8 恒指瑞银5月的牛证跌5,2 恒指瑞信3月的红证升了5,2 是升了5,5 红筹股指数跌90点 国企股指数跌378点 国企股指数期货12月跌374点 1月跌379点 成交28000多仗 我们请来证券业人士潘铁山先生和我们分析一下后市去向 Patrick 你好 阿春 你好 见到港股方面掉了超过500点 未来欧盟召开高峰会 对后市有什么影响 我看大家比较关注高峰会有没有什么消息可以落实 暂时来说今早CPI出来内地都是比较理想的 到4.2 相信来说短期都会有机会 全国准备金率会再调一次 对于内房内银那些可能有帮助 对大市也有些支撑 暂时来说大市调整到下来18600的水平 大概挨近50天线 估计都会有些支持的 后市反复可能会靠运点 提到CPI方面显着回落 内房和内银都可能受惠 不过看回两只股份的板块都是比较差一点 那后市可不可以提高一线 趁着现在是陈低及纳呢 今早成交都是大概300亿左右 不多的 观望气氛厚一点 所以整体来说看到内银股反而还有下跌 内房都是 我估计后段来说应该会站稳一点 因为内房内银股来说特别 就是说现水平都是比较有吸引力 那后市来说如果今晚欧盟会有些小小的 比较好一点的消息出来的话 对下周的市场会有帮助 看回商品价格方面 金和油都是向下的 资源股方面都是受压的 后市怎样看 我相信都是一个上落市甲局 金和油都是 都挨近近期的较高位置 相信都会有些获利回套的 整体来说长远都会站好一点 但是暂时来说 见到近高的位置有机会回落一点 好 谢谢你的详细分析 接着看看其他今日行情 谢谢大家 内地通胀连续四个月降温 回落至超过一年的低位 分析指中央未来政策方向 会由控制通胀转至到保增长 有空间继续放宽调控 国家统计局公布 上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按年上升至4.2% 低过市场预期 较10月显示回落1.3个百分点 但仍然高过中央4%的全年通胀目标 主要拉动通胀的食品价格 按月下跌0.8% 当中猪肉、鲜菜和鸡蛋分别跌4%至6% 但鲜果价格就未有回落 反映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 11月按年升2.7% 显示回落2.3个百分点 人行前顾问李扬认为 随着通胀开始受控 未来中央政策会着眼部增长 经济已经开始有轻微的下滑之势 大家也都普遍预测 明年可能会比今年要低0.5% 甚至会低一个百分点的样子 我们的预测是8.6% 有分析就认为 欧美需求疲弱 内地经济仍然有硬着陆的风险 通胀手组控制是一件好事 证明政策收紧有一定的效果 未来也有某程度上的政策放松的空间 另一个启示就是经济下滑的速度 也都比预期为快 尤其是需求的收缩 似乎在整体的物价反映出来 其实不是一个好的事用头 依旧预期 下个月通胀有机会回落至4%以下 人行在农历新年之前 可能会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无线电视记者陈晓庸报导 欧盟外交官员表示 不保证所有成员国都支持修改欧盟条约 失行更严厉的财政监管 五官员指 只有17个欧元区国家同意修改条约 另外10个欧盟成员国会自行决定 是否修改 主要是英国不能够和德法两国达成共识 而经过10个小时的讨论 欧盟领袖同意 欧洲稳定机制的上限 持于5000亿欧元 在明年会再检讨 各国领袖都同意 考虑向国际货币基金提供2000亿欧元贷款 去应对欧债危机 金管局总裁陈德林表示 是否放宽银行对物业案揭成数 需要考虑多项因素 首要是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我们推出这些逆周期措施 主要目的是保障银行体系的稳定 当然楼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但不是唯一的指标 我们还要去参考它本身交投的量 亦是看借贷者收入的水平 和银行自己的风险 信贷风险管理和流动资金管理 各方面而作出一个决定 但基本上逆周期措施的原则就是 是顺着周期的演变 外电报道周大福将会以下限定价 周大福将会以每股15元定价 发售10亿5000万股 集资158亿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报告 支持港元联系汇率 组织发表2011年香港评估报告 认为香港的联系汇率 是一个简单、具功顺利和透明度的制度 对货币以及金融稳定有极大帮助 对于市场建议 放弃或改用其他汇率制度的建议 他都认为是欠缺说服力 组织又预计 本港今年经济增长回落至到5.75% 明年进一步放缓至到4%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对组织支持联系汇率制度表示欢迎 美元会价日元77.6英镑1.5617 瑞士花囊0.926欧元1.3333 加拿大洋1.0242 澳元1.0125 新西兰洋0.7688 港元7.707 港元会价日元10.0293 欧元10.374 英镑12.1511 瑞士花囊8.4052 加拿大园7.5998 澳元7.8748 新西兰园5.981 人民币81.795 太猪3.9691 新台币3.8868 汉园6.7883 新加坡园5.9925 日经平均指数最新下跌124点 报8,539点 台湾架权指数跌78点 新加坡股市跌30点 南韩股市跌31点 节目时间到,再会 mijlocent Egypt 那边 快快快 咳 火 橘